菲律宾又双弱拙来挑逝了,这次是在黄岩岛,中国还仅用水炮进行了还击,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跑了,菲律宾余政船的通讯和导航设备造成了严重的损坏,很快就仓皇撤离,这已经是菲律宾第几次跑过来闹事了,他们还会来吗?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个问题,菲律宾经济总量只有中国零头的零头,工业基础只有中国的零头的零头,军事能力呢?中国一个合成旅就可以横扫菲律宾,那为啥菲律宾如执着,敢再三过来闹事? 想起一段历史,二战之后,日本遭遇惨败,被苏联俘虏的日本鬼子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,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下,一不避体食不果腹的挖土豆,吃尽了苦头,能活着回去的屈指可数,被中国俘虏的日本鬼子只要肯认错,就被温柔的对待,很多老百姓没吃的都要剩下口粮给他们吃,此情此景,被中国俘虏的日本鬼子悔恨, 很交加,哭得肝肠寸端,当然他们到底有没有后悔,我又不是他们,我也不知道,但是看他们的禁国厕所,我要说他们后悔了,估计傻瓜都不相信,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日本下次狗急跳墙要打仗,他们是愿意打俄罗斯,还是愿意打中国?打俄罗斯,失败的几率只有30%,但是如果碰到这30%,他们就没命了,打中国, 他们失败的几率是99.9%,但失败了又怎样?有什么损失?关键还有0.01%的机会搏一搏呢?因为收益极大,成本极低,所以为啥菲律宾敢过来挑衅呢?菲律宾说我虽然穷,但一艘余政船的成本才几万美元,况且只是被中国打坏了,回去修理一下还能重新用, 这相当于抢劫的成本只有一两万美元,但是一旦抢劫成功了呢?菲律宾说我下次还要来,一直以来中国帮助全球第三世界国家,发展工业,搞基础建设,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富裕起来。 很多国家也对中国充满了感激,但问题在于有些国家本就是烂仔,从来都不想发展,他们觉得碰子来钱来得更快,如果碰子的话,找谁合适呢?所有的外国都信奉丛林世界,只有中国秉承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,真诚友好的对待所有国家,也是全球唯一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,也就是说中国是个好人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你去碰瓷,你去碰瓷黑社会,还是碰瓷好人,这就和某某势力一样,为什么就敢保护电炸产业?最近很多人用虽远逼朱这句话,这真的不能形容缅北,首先就在自己家门口,那是真的一点都不远,比深圳到广州都近,其次被通缉的诈骗分子,还有中国身份证,你还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个啥? 所以某某势力就敢睁着眼睛说瞎话,说以前不知道电炸产业有危害,这简直就是在放屁了,但是他为啥就敢这样说呢?某某势力说我都赚到了,大不了我道歉不就行了,不就认个错吗?又不叫快肉,你还敢干涉我内政? 菲律宾过来碰瓷,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国的支持,你还真不能这么说,因为现在美国穷的狗粮都给不起,很多人说菲律宾是在给美国做炮灰,菲律宾还真不这么看,菲律宾说啥炮灰?不就是损坏几艘余政船的事情吗? 那菲律宾为啥不敢碰瓷其他国家呢?因为外国相信的是以利夫人,而中国相信的是以利夫人,但是唐太宗李世民早就说过了,一敌,禽兽也,畏微而不怀德,大白话说就是好人就应该被人用枪指着,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,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,因为你今天是个好人,谁知道你明天是不是好人? 澳大利亚天天散播中国威胁论,他说你今天不抢劫我,明天抢劫我怎么办?你明天不抢劫我,明年抢劫我怎么办?你明年不抢劫我,一百年后你敢说你不抢劫我吗?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,第一种就是想一切办法,去向外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,自己人处无害,第二种是疯狂造舰,当有十艘航母,港口都放不下, 天天到澳大利亚家门口去溜湾的时候,澳大利亚扑腾一声跪道,你就是我亲爹,求你来保护我,家里有什么东西看上了随便呢? 中国说我们要和平共处,外国说我凭啥信你,美国说国强必办,美国优先,抢的就是你,外国大气都不敢出一口,你说的都对。 几十年前,我们帮助越南赶跑了法国美国,用一切方法去支持越南,越南缓国起来后,首先就想去抢劫支付,那么抢谁呢? 当然是抢好人,最终越南被我们按在土里吃了十年的灰,所有的工业设施都没了,士兵连军粮都吃不起了,在我们的悉心教导下,越南终于痛改前非努力做人,跟着中国学习改革开放, 连红头文件几乎都是抄袭中国的,越南说你这样做才是我的好大哥,你原来跟我说的哪些道理我都听不懂,所以菲律宾的最终结局是什么?要么就是被碾压,菲律宾原来是最穷的国家之一,现在成了最穷的国家,没有之一了,菲律宾心悦成福,跪下来笑蝶,开始认真发展自己的国家,要么就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,外国终于知道了, 全球各国应该和平共处,丛林世界是不对的,菲律宾终于被我们用真诚的态度教育好了,痛改前非向中国磕头认错,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滴,中国大度的原谅的菲律宾,菲律宾说不就是磕个头吗? 反正我也不要脸,这才多大点事,山雨欲来风满楼,菲律宾在南海上蹿下跳的一场闹剧,终于开始升级了,南海乱局的幕后黑手美国,由幕后走上了前台,开始赤膊上阵替菲律宾打前站了,很显然,美国就是想在中国的周边掀起一场战争, 从而把中国拖入战争一团,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,在美国的加油怂恿之下,菲律宾极有可能继续在仁爱交亭而走险,甚至不排除,在美国保护之下,菲律宾强行为菲律沃马德雷山号,运送建材补给的行动,我们看到这一次南部战区态度强硬对美摊牌,尤其是直接点名美国,就是南海乱局的根源所在,这无非是直接警告的美国, 同时糟糕世界,如果南海爆发战争,美国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,在南海对美国摊牌的同时,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,近来我们先后同越南、马来西亚,以及东盟多国进行走马灯式的外交传缩,这都在表明,中国也已经开始在做好,对菲律宾彻底摊牌的准备工作了,而一旦菲律宾真的火同美国,在仁爱交突破我军底线, 中国在南海彻底和菲律宾摊牌,到时候就不只是一个仁爱交那么简单了,而应该是老丈旧丈一起算的,届时恐怕菲律宾到时候吃了我的彤彤给我吐出来了。